啊 去哪啊 就去机场 行再交钱吧 不是我们不是还没考出刀的吗 你看你这重算一下 到今晚再赖账怎么办 那你说吧 三百 三百 你这不讹人的吗 我就这价做不起别做 别那么耽误了 你又回来了 我有钱师傅 我有钱给你你谁硬吧你 我求求你了 这小姐 想去哪 啊 放手 师傅我求求你快开车啊师傅 你招惹什么事你别连累我呀你 动手 把车门给我打开 你干嘛干嘛干嘛 你们要干什么 管好自己的事 你也对自己找事啊 哎好没问题没问题 我欠你的动作魂青了 你为什么还是不肯放过我 我还听了 我还听了吗 昨天的三百万是交易不是欠款 既然贺总喜欢出了 现在就还给你 对 还有我之前欠的一百万是吧 请贺总 允许我这一百万慢慢还给你 现在 可以让我走 季小姐 你怎么会有这个我想的 你怎么 没想到季大小姐 还有这么下子 不是这样的 是他们逼我做的 我不这样做我会死的 我 我 你怎么会有这个我想的 没想到季大小姐 还有这么下子 不是这样的 是他们逼我做的 我没有 我没有我不是不是这样的 留下来陪我一晚 否则 我不介意让大家知道 这个姓柳的老赖 还有一个这样下家的女人 是 我不允许你这样侮辱柳一 谢了 不要挑战我的耐心 何臣 你什么都不知道 凭什么对我支支点点 凭什么一次次的羞辱我 凭什么一次次撕开我的伤口 你以为你做的事就干净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既然我告诉你 如果这一个月你不能把这一百万还给我 你就永远都变成 我永远恨你 你有什么资格说恨我 放开我 我 姐 姐 你怎么这么怕 你醒醒了 姐 要什么 那么想 大余 我 侯总 赶快叫医生 是 义生她怎么样了 伤口感染引发了高梢 高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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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丈夫是怎么当的 我第一次见设法这么粗暴的流传 这简直就是杀人 流传呢 從窗面上來看 當時幾乎沒有用任何的麻醉 真是活生生掛下一層肉啊 還有這大大小小的內傷外傷 他能撐到現在都已經是個奇蹟了 從來都沒有和我說過 好好照顧他吧 以他現在的身體狀況來看 不能再受任何刺激了 醫生 麻煩你先確認實料 我兒子將不記得一下 嗯行 何總 周良了 你再換一碗 他之前 最愛喝的是海鮮酒 陳肖 他害的情境慘死 難道不應該受到懲罰嗎 難道是我做錯了嗎 何總 您一晚沒和言 休息一會 出去 我沒有 來把握 賀總 我求求您放我吧 我已經陪了你一晚了 那一百萬 我也一定會想盡辦法儘快還給你的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你快給我 你快給你 不要再生我了 你为什么这么怕我 我没有 我只是 你这个 你为什么不反抗我 贺总说的对 如果那些事情放不去 我的名声就毁了 我现在 没有什么能选择的 就只剩 让人还爱你 有什么意思 贺总之间叫我去的酒吧 应该还在找人吗 我只有在那里 才能尽快挣够一百万还给你 你就这么想离开我 贺总 我也曾爱过你 但你昨天晚上的话让我明白 我在你心里 不过是一个下纤放荡的小姐 实恶不舍的善罚 实恶不舍的善罚 让你明白自己犯的错 有什么不对吗 是 没有什么不对的 人们只愿相信 虽然只能说的话 所以我无论怎么解释的 我都是罪的 情情就算再不敢 可以比你好千倍万倍 我明白 我知道我比不过他 所以 这个戒指 你就会 离婚协议 我也会尽快签好给你送过去的 所以 请贺总说话算话 等我了这 就尽快放过 好啊 酒吧正缺一个卖校的十九女 正适合 谢谢贺总 这是离婚协议书 季小姐已经签好了 靠离婚分一笔钱 也够很完整 不 季小姐没要一分钱 难道是真的要去 季小姐已经去应聘 今晚开始工作 大夫去找 是